哈囉 大家好 我是迪華 今天要來分享情報了 海賊王1100話全文情報 艾斯等人評價大雄加入氣入海 大雄神秘登場風車村 破200站50個留言就會馬上更新下一支影片 海賊王1100話標題 謝謝你 播你 封面中的讀者要求 騙人部看著香吉斯在切蔬菜時 想起了小弟蘿蔔頭、青椒頭和洋蔥頭 本章從上一章結束的地方開始 王源參觀了貝加龐克的實驗室 一些海軍陸戰隊員 其中有德雷克跟著他們 劇透露貝加龐克在龐克哈薩克 事件後搬進實驗室 所以他沒有意識到實驗室有竊聽的電話蟲 這也算是還給貝老爺一個清白 他並不是來搞大雄的 王源帶了土星的電話蟲 因為他想和貝加龐克談 土星說他知道 貝加龐克與大雄進行非法談判 然而由於大雄將成為克隆人的絕佳宿主 土星將允許這筆交易 但土星對交易還有三個附加條件 第一熊必須成為欺負海 取代前幾天被艾斯擊敗的無名欺負海 第二大雄必須成為人類的武器 接受機器人的手術 第三手術結束後 大雄的思想必須抹去 貝加龐克非常憤怒 因為抹去機器人的思想 等同於殺了一個人 土星斬金截鐵的回答他 說了你沒有資格與我爭論 海洋科學家 然後大雄卻高興的哭了 因為他終於能夠救出波尼了 貝加龐克解釋說 波尼的手術需要六個月的時間 之後他必須休息一年才能出門 另一方面 大雄的手術則需要兩年 土星說波尼將成為他們的人質 如果波尼被治癒 大雄就有可能帶著他失奔 所以經過六個月的治療後 波尼必須被世界政府拘留一年 原來波尼會被世界政府抓走 就是因為這個條件 難怪波尼逃跑會讓海軍那麼害怕 直接派出赤拳出場 因為大雄是對海軍非常重要的存在 在貝加龐克消除大雄的思想後 世界政府將釋放波尼 為了防止他們一起逃跑 在接受了六個月治療後 大雄將不再被允許見到波尼 大雄同意了土星的條件 作為交換 他要求六個月的治療後 將波尼送到冰高王國 以防止他知道這筆交易的真相 土星同意了 因為在世界政府的眼皮下 哪裡都一樣 交易結束後 大雄、波尼、貝加龐克和戰逃完在一起 並在六個月中 越來越親密的一些畫面 大雄也和他們很親近 我們看到他參加一個披薩派對 和他們一起跳舞 我們也能看到波尼和大雄的手術 像是貝加龐克跟換大雄的肩膀 六個月後 波尼的手術結束 他被帶到冰高王國 柯尼等人在那裡歡迎他 柯尼戴著白色帽子 看起來和波尼在下坡地豬島戴的一樣 波尼在醫療團隊的照顧下 在教堂生活了一年 但醫療團隊都是世界政府人員 他們主領是CP8成員 名叫阿爾法 他是個性感的護士 大雄用最後一句話向波尼告別 波尼只是笑了 因為他知道自己不會再見到大雄了 大雄說 謝謝你的誕生波尼 大雄隨後旅行當上欺負海的職責 我們看到另一些前欺負海 對新聞反映的畫面 還有亞爾利塔 科比 龍 薩波 多弗朗明哥說 那個暴君雄 看來我們隊伍又多了一個壞蛋 尼可·羅賓對老莎說 你感興趣嗎 克洛克達爾說 無所謂 那個看到人工降雨船的傢伙幹掉了嗎 亞爾利塔說 據說他是個體型和白無子差不多的人 克比你覺得誰更厲害 我還是他 克比說當然是你 亞爾利塔笑了 在白無子船上 艾斯、聖平和白無子、馬爾科、黑無子談熊 艾斯說聖平有一個成功者被選中了 太棒了 聖平說 艾斯我讀到了這個消息了 一個前國王 我們中已經出現了一個傳說中的國王 海賊世界果然變了 女帝說這與我無關 迦蘭白河說 蛇公主等等 就算是這樣你也應該知道才對 莫莉亞說 一個肉球人什麼鬼能力 龍表示無言 在大家反映完之後 我們看到大雄正在寫信給波尼 他說他正在探索更多島嶼 並希望有一天 他們能一起旅行 在本話的最後一頁 我們看到了少年魯夫在森林中被一隻老虎追趕 魯夫說他現在氣壞了 在最後一張畫面中 我們可以看到大雄的船抵達風車村 大雄收到一個電話從來電 政府特工說 熊我們有世界政府命令給你 你現在在哪裡 熊回答說我在東海 什麼命令 本話結束 下週不休刊 將有海賊王Jump封面 和券頭採頁 我們下個分析見 掰掰